中美贸易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 将来无论是发生冷战 热战还是网络战 芯片都会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 因此 未来中美或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战争 不妨也可称为芯片战争 当然 取名芯片战争 也是因为中西文明面临再次摊牌的前景 令我不能不想到180年前 发生的那场鸦片战争 中国人一直坚持鸦片战争 对现代建国的重大意义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英国不道德的利用其军事优势 来解决当时的贸易争端 打开了大清的国门 也启动了帝国的解体过程 不过 直到今天 了解实情的中国精英也仍像孙中山一样 都不想让国人明白 当年林泽徐为根据条约 不知公理之野蛮举动孙中山语 也是酿成莫大祸事的重要原因 这两个世界过去了 世界和中国经历了巨变 中国在美国和西方的帮助下 不仅摆脱了孙中山 毛泽东选择走德国人的路 所陷入的绝境 而且迅速的回归 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然而 令许多西方精英没有想到的是 在鸦片战争近200年后 西方文明现在又不得不准 被与中国打一场芯片战争 最有讽刺意义的就是 芯片战争要解决的实质问题 和鸦片战争要解决的 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按照什么原则 来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与合作 西方文明相信 唯一正确的原则 应该是对等的原则 而现在中国的当权精英 则像当年 大清的当权精英一样 发现这个原则 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不能兼容 也就是说 中国的当权精英认为 如果按照这个原则 无异于要求中国 卸购自己独特的政治秩序 在中美贸易谈判前夕 中国权力和文化精英 重新发现的文化自信和自觉 向西方做了一次 非常坦率的直面表达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 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 沃尔夫的报道 中国当权精英明确告诉西方精英 中国需要强大的中央统治 也就是说 他们不能想象 有任何其他政治秩序 在中国能替代 中央集权的政治大一统 由此得出的推论 就是中共会像 立朝统治者那样 不惜任何代价 保枪山 这就为中国 与西方的芯片战争 打下了底色 正如鸦片战争 艺术的作者蓝池玲 认识到的 中国权力精英的 这种信念或信仰 与国共两党不择手段 不惜国民付出巨大生命和国土代价 实现大一统的方略 中国成功有直接关系 这个夺权和统治的血腥经验 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和惨案 珍重的历史罪责 不仅限制了统治者的选择空间 更限制了政治精英的变革想象力 在西方文明看来 深深受惠于与西方合作的中国 在重新强大之后 竟摆出与西方国民的姿态 不仅是望跟负义 而且不可思议 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为了维护和重建大一统 死于自我杀戮的国民 不知超过死于外敌之手的国民之几何 为什么中国精英对此仍毫无反省能力 如果说 当年英国人发起鸦片战争 却有英力妄议的成分 那么 今天美国和西方文明发起芯片战争 则有了不得不为的充分理由 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伤害 乃至毁灭西方和整个世界的前代能力 虽然中国精英告诉西方人 中国对征服世界并无兴趣 但西方文明的经验令他们相信 如果听任别国人民被日益磨逸 他们自己也将会失去自由 FixedOnMill,YouTubeStudio FixedOnMill,YouTubeStudio